第二遍路 刚刚那边机子又崩了 第三遍路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才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两双篮球鞋 一双一双篮球鞋是李宁的英苏五 那李宁和安踏呢 在国产篮球鞋领域应该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然后两双鞋呢在国际市场上 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李宁苏五 李宁苏五已经发行好一阵子 我也买了好一阵子 但是就一直来不及拍节目 对因为比较懒 对所以今天把这双鞋子的穿着感受介绍给大家 另外的话 今天我会拿李宁苏五和克雷汤姆森的第三代球鞋做个对比 因为这两双球鞋应该算是 目前市面上最火热的十佳篮球鞋的选择了 那等一下再给大家做对比 然后这个鞋子之前给大家拍过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个鞋子的介绍的话 可以翻之前的影片 我也会把之前的影片链接放在本期视频的下方 李宁的球鞋设计是真的很牛叉 虽然我知道都很年轻 然后甚至有些是学生来的 但是他们真的做出很多很棒的作品 然后这双鞋子的售价应该是599元 就原价 但是基本上大家在电商买到的都是300元左右就可以拿下 所以这个价钱的话 你想想看詹姆斯的球鞋发行价1599 这个才300块 一双顶五双 所以特别适合学生党去来购买和实战 然后鞋面的话它是用了这样的一体式的一体脂技术 然后配合这种反光部分的热绒加固罩 所以是两种不同材质的鞋面 但是是没有车缝线来的 然后它这个网状鞋面呢 是有两层 但是很薄 所以这个鞋子的透气性的话就好一些 其二的话就是它的鞋带前面有一个红色线 这里有一个M型的设计 不知道是不是从维德之道开始用了 但是这个M型的设计有什么卵用呢 反正我自己倒没觉得它好像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每次系完鞋带之后 这边都是松的 对所以它可能是应该是为了想说 加强整个鞋面的包裹性嘛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个装饰物 鞋带的话用的是这种比较粗的 相当粗的这种编织色 类麻粗麻绳一样那种鞋带 然后这个鞋带的好处就是它们系很紧 就你平时普通一个蝴蝶结能系成死结的感觉 但坏处就是每次打篮球 你特别想着急把鞋脱下来晾两脚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鞋子 你一定要把鞋带解开才能脱下来 再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后跟的TPO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PO的高度还是挺高的 基本上都已经没过脚脖子了快 然后这边的话在运动的过程中 确实是能让你觉得后跟有保护有支撑在这里 但是坏处的话就是我个人觉得它好像有一点难戴 就戴不起来你知道吗 然后它的鞋的前半部分是这样的双层两种材质 然后后边的话就是这种比较薄的海绵 然后这个海绵的话它也有做一些暗纹 这个暗纹我觉得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没有暗纹的话这个鞋面可能会显得很普通 然后李宁的logo在这边就是红心点点若益若现 另外它这个脚踝部分的海绵的贼薄 为什么这双鞋子卖500多不卖800多 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材质的运用还并没有很厚道吧 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它这个鞋面这边太薄了 一个篮球鞋的海绵做这么好 中底依然是用了李宁云 这边李宁云的小图还在这里 然后李宁云这里顺便说一下 大家一般说缓震一般就分三种 一种气垫缓震 第二种机械缓震 第三种材料缓震 那李宁云的话就是一种属于材料缓震 高分子缓震 材料缓震的坏处就是它会随着你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然后它的密度会越来越大 然后弹性越来越小 耐用度就会随着你使用粘线的增加就会减少 唯一要担心就是如果你的体重比较轻的话 你可能不太能够踩得开李宁云 就是说你对它的感受不是那么明显 当然了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场面贴地感很好 然后对场地的反馈让你觉得很舒服 然后再一个的话我们看鞋底 鞋底的抓地力的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图案 但是抓地力我觉得没得说 然后它又把鞋底的纹路这样有切割 又把大脚趾其他脚趾前掌都切割分开来 当然一般这种切割你比如说换在詹姆斯的鞋上 可能就意味着是几块气垫 但是李宁这个的话就没有那个意思了 不要想太多 然后这个鞋子中底的异形的这种TPU设计呢 抗扭转性能是真的很不错 啊 卧槽 所以呢它的中底的抗扭转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点 总的来说呢 这双鞋子首先马术你肯定是 我觉得是正常马术 对 有些人说你的鞋子偏大 但是这双鞋子我觉得正常马术 然后再者的话就是 可能穿这个鞋子你要穿一个比较厚一点的蜡子 你会觉得包裹感或者是舒适性还行 说起袜子这里顺便说一下 感谢Spencer送我的好袜子啊 三双袜子送给我 颜色好亮骚呀 再次感谢Spencer OK 然后袜子的话 大家就尽量穿厚一点 这样会比较好 对 以上的话就是我对这双鞋子的感受 最后呢 跟大家简单比较一下 TOPSON的第三代球鞋和李宁的 音速五这双方鞋子啊 首先呢从脚踝的保护性上来说的话 是安踏的鞋子会比李宁的鞋子好很多 然后加上安踏的那个魔鬼毡 然后加上安踏的这个魔鬼毡呢 会让这个鞋子的脚踝包裹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一般不会戴那个魔鬼毡 我觉得太束缚自己了 第二关于透气性的话 我投李宁 因为李宁的前掌透气性非常好 然后安踏虽然是编织鞋面 但它不像那个 Adidas的Explosive 就李维金斯那个签名鞋一样 它这个编织 其实里面还是有一层海绵的 所以它的透气性 没有李宁的这双好 第三个关于两双鞋底的抓地力的话 我觉得基本持平 就比较不出来太大的区别 然后鞋底的纹路的这种风格 其实有一点点像 然后关于两双鞋的价位的话 是李宁更便宜 虽然零售价格差不多啊 但是因为安踏毕竟是汤姆森代言的球鞋 所以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挺的 然后关于中底的抗扭转的话 也是理您完胜 因为安踏这双鞋子 因为球员穿的鞋子跟我们平时市售买的不一样 而且他们的鞋垫也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的话我们的市售安踏的鞋子的中底是很软的 下一个关于整个脚感 也就是你穿上去之后 你的脚的舒适性来说的话 我投安踏 就是因为李宁的鞋面有点单薄 那最后的话就是外观了 外观就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这两双鞋子的外观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双 但是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 李宁这个鞋子的外观和鞋型 那一定有人喜欢安踏的这双鞋子 两双鞋子一起买我觉得可能 七八百块钱就搞定了吧 然后足够你穿一个赛季 因为海外的用户的话 如果你们想体验李宁和安踏 其实直接去淘宝买就好 有些人会担心买到假鞋 这两款是造假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这个利润空间很小 可以体会体会李宁安踏中国制造 跟阿迪达斯跟麦克比起来 很多人还不知道啊 就是淘宝店已经换名字了 新的店符号是10781011 然后秋鞋清洁液已经可以开始买了 这一次的全套产品呢 118元包邮里面除了有印刷软刷 高浓度清洁液 然后还有一个超细的纳米纤维布 这个是新添加进去的产品 全套118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清洁的球鞋的话 可以考虑去店铺光顾一下 那本期节目就这样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